Windows 11最新版开始菜单迎来更新 现在可以三种试图分别排列开始菜单当中的所有应用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在加入Windows Insider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确定没有多余的Windows更新之后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面的滑快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刻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仅限Microsoft应用 选择Beta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立即重启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快开关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如果没有检测到任何更新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右上角的打开Windows更新按钮 再次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现在更新已经完成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左侧的磁电脑 在本地磁盘C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按钮 点击临时文件按钮 等待刷新完成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完成删除垃圾文件的操作 系统更新完成后 下载隐藏功能激活工具 LiverTool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Fen fire 下载隐藏功能もう一回 点击 邀说明 ell 底下载隐藏功能 下载之后将激活工具进行解压缩 进入到Viva2解压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打开开始菜单 点击右上角的所有应用 即可以多种视图方式进行查看 大家有没有在使用ARC浏览器的朋友 如果您使用的是Windows 11 恰恰又在Windows 11上使用的是ARC浏览器 相信一定会遇到过这种情况 当关闭ARC浏览器的时候 如果希望可以重新打开ARC 但是当点击ARC图标之后 系统没有任何响应 但是在任务管理器中 有ARC浏览器进程 很多朋友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比较尴尬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小妹写了一个修复工具 请注意 运行这个修复工具的前提是 已经至少运行过一次ARC浏览器 下载ARC修复工具 鼠标双击运行 点击 点击修复ARC浏览器按钮 提示修复完成 点击确定 此时ARC浏览器就可以正常打开了 如果关闭ARC浏览器 遇到再次无法打开的时候 再运行一次修复工具 再运行一次修复工具 就可以再次正常打开 另外看一下ARC浏览器的版本号 点击Check for updates 当前的最新版本 1.5.0 如果要安装这个版本 不建议直接在官网下载 这里教大家一个技巧 可以直接在任意浏览器中输入这个URL 然后按下回车键 会自动下载一个非常小的安装包 在这个安装包上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在记事本中编辑 然后找到这一行这个URL 复制这个URL 将URL粘贴到浏览器中 这才是真正的安装包的下载地址 这个安装包的大小是254兆 最后使用这个安装包进行全新安装 或者更新即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